Hello朋友们,我是莫莉,好久不见,大家都好吗? 今天的视频呢,作为体型分类系列的第三集 我会继续和大家介绍KEEP这套体型分类理论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有时候跟着喜欢的明星或者博主买衣服 好多衣服买回来自己穿着就是怪怪的 就说不出来的违和感 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 可能是你没有遵循自身体型的特点去穿衣 所以一个叫David KEEP的美国形象设计师 就体型特点和最佳穿衣风格之间的一个联系 提出了一种更为科学的解释方法 他认为呢,人的身体特征也遵循一种阴阳平衡 你只有在穿补和自身阴阳平衡的衣服的时候 才会看起来很和谐好看 所有打破你自身阴阳平衡的衣服 都会让你看起来有点违和 那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套虽然有一点点复杂 但是超级有用的理论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里说的阴和阳的特征具体都指的什么 人身体的阴性特征 体现在骨架上就是小骨架 圆或者说是溜肩 皮肉特征上是沙漏型的身材 同时皮肉松软有肉感 面部特征呢 丰满的嘴唇 大而圆的眼睛 充满肉感的两颊 圆润的颧骨和下巴 小巧或者圆润的鼻子 这些都是阴性特征 但与之对应的阳性特征呢 股架上面就是大股架 宽或者棱角分明的肩膀 直线型身材 皮肉紧实强壮 面部特征上就是平薄的嘴唇 紧绷的两颊 高而突出的颧骨鼻子和下巴 细致的眼睛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衣服设计上面的 阴和阳又指的什么 那阴呢对应的就是 短款 圆领 蕾丝 或者华丽感的质地 圆脚的收腰设计 与之对应的阳性设计呢 就是长款 V领 素雅 平滑的质地 尖角 或者直线条 直线剪裁 所以根据以上的这些身材特点呢 KEEP就划分出了13种不同的体型 分类 一共是5个基本型 和8个混合型 那上一期的内容呢 我们介绍了5个基本型 分配就是戏剧 自然 经典 少年 和浪漫 今天呢接着讲剩下的8种混合型 也就是这5种基本型下面的4级分类 那从这张表里面大家也能看到 除了处于阴阳两端的戏剧型和浪漫型以外呢 每一个基本型下面都会有2个4级分类 所以一共是8个 那我们首先就从女性特征最为明显 最阴柔端的戏剧浪漫开始说起 那戏剧浪漫型呢 不明思义 就是戏剧型和浪漫型的一个混合型 它是由浪漫型非常有女性化的 阴柔特征占绝对主导 会有一些少量戏剧型的阳刚特点 体型测试里面D答案最多 或者是D和E的答案最多 同时还混合一些A答案的 就是戏剧浪漫型了 那据我的观察呢 属于这个类型的国内女明星有 蔡依林 小S 邓子齐 王兴玲 还有张慧妹 那国外呢有雷哈娜 金卡代山 一般来说戏剧浪漫型少量的阳刚特征 会体现在他们的骨架上 相较于骨骼边缘的纯浪漫型呢 戏剧浪漫型的骨骼边缘 是比较锋利 成钝角的 通常体现在肩膀 下巴 颧骨 颗骨 还有鼻子上 那从骨架来看呢 戏剧浪漫型通常都是小骨架 看起来会比较娇小 肩膀处的骨肉会略带棱角 皮肉特征来看呢 戏剧浪漫型拥有和浪漫型一样 胸大腰细的沙漏型的身材 同时全身也充满肉感 皮肉是比较松软的 面部特征的话 戏剧浪漫型和浪漫型一样 都有大圆眼睛和丰满的嘴唇 但区别于纯浪漫型 完全圆润的骨架特征呢 戏剧浪漫型的鼻子 下巴 颧骨 小巧 但略带有尖角 当它们长胖的时候呢 脂肪容易堆积在上臂 大腿和两颊 身体线条也会趋近纯浪漫型 因为戏剧浪漫型 更有棱角的骨架特征 所以它们通常看起来 会比纯浪漫型更有骨感 有一种它们全身 没有多余的脂肪的感觉 而纯浪漫型 因为骨骼本身是比较圆的 所以哪怕很瘦 也总是给人一种肉肉的感觉 同时这里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跟这里 所描述的典型身材 有一定的出入是非常非常正常 尤其是在皮肉和骨关特征方面 只要你身体整体的 阴阳特征分布 符合这个分类的 阴阳分布比例就好 其实最为重要的是 骨架上的抹合 因为其实骨架 骨架对穿衣的影响 是相对来说最大的 它最大程度的影响 一件衣服穿在你身上的样子 那皮肉特征呢 同样影响 但是在程度上 它就不如骨架的影响大 当然这一点 是针对体重正常范畴的人 如果是比较胖的话 皮肉跟骨架 同样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我再给大家拆解清楚一点 比如说同样是 戏剧浪漫型的小S 跟邓子齐 它们骨架上面是相似的 或是具有一定锐度的骨格结构 但同样是小骨架 但是呢 邓子齐的骨关 整体都比较圆润 就是说 它的阳刚特征 基本上就只体现在 它肩膀的骨头比较突出 那同样是戏剧浪漫的小S呢 小S的阳刚特征 就体现在它细长的眼睛 有一定锐度的嘴角 下巴以及肩膀 所以其实它们俩 跟戏剧浪漫型 典型的身材特点 都是有一定的出入的 但是不影响 它们整体的体型分类 其实典型身材 只是大部分属于这个分类的人 大概率会表现出来的 一个特点的集中体现而已 这一点呢 其实对KEEP系统的 13个分类都是适用的 所以说这才是为什么 KEEP是一套很科学的体型分类 否则仅仅是13种体型分类 怎么可能涵盖得完 世界上千千万万的身体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说戏剧浪漫型的穿衣要点 那因为戏剧浪漫型呢 都是小骨架 凹凸有质的身材 略带棱角的骨骼结构 所以戏剧浪漫型在穿衣的时候 一定要首先顺从你身上站 绝对主导的阴性特征 其次才是顺应自己少许的阳刚特征 这一点主次顺序非常的重要 所以戏剧浪漫型和纯浪漫型一样 要选的那些合身 能够凸显自身身材曲线的衣服 特别是有收腰设计的 这样就能很好地衬托出 自己沙漏型的身材 比如说我身上这件 我身上衣就是很适合纯浪漫型的 但是和纯浪漫型不同的是 纯浪漫是适合在肩膀的地方 非常柔软的设计 但是戏剧浪漫型可以恰当地 在肩线的地方增加一些直线条 比如说有明确肩线的设计 可以衡托出戏剧浪漫略带 棱角的五个特征 所以第一戏剧浪漫型和纯浪漫型一样 都是适合穿这些充满圆角 剪裁圆润带有花边 或者流动的曲线形状的衣服 这些充满圆角的设计 会在充满圆角的戏剧浪漫的身上 显得非常的和谐 在保障这一点大前提之后 戏剧浪漫型可以适当地在肩膀 增加一点点直线条 比如说选择合身 但是有些许垫肩的设计 或者是在衣服的袖口 铺脚或者说裙板 增加一点点直线条的设计 去给整体的一身增加一点点的锐利感 除此之外 其余的衣服的线条一定是要有圆润感的 呈现出柔软圆滑的曲线 那在衣服布料上呢 选择轻薄柔软贴身子材质 比如说针丝 粘满 纱质 或者是略带一点光泽感都可以 那颜色选择上呢 戏剧浪漫型和纯浪漫型一样 都是适合明亮鲜艳的颜色 衣服图案呢 也和纯浪漫型一样 适合原状或者说碎花拨点 但和浪漫型不同的一点是 戏剧浪漫型因为整体身形 看起来会比纯浪漫型要稍窄一点 所以说它们其实适合图案更小一点的话 比如说更小的碎花 更小的拨点 衣服的细节设计呢 和纯浪漫型一样 戏剧浪漫型也可以大胆地尝试一些 非常华丽 比较复杂的设计 比如说蝴蝶结 雷丝花边 孤庭秀 荷叶边等等 那在此基础上 再增加一些bling bling的首饰去点缀 也是很好看 那讲完戏剧浪漫的穿衣要点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Kib所说的最佳穿衣风格 其实不是说的一种风格 只是在单品的选款上 给你一些建议 告诉你更适合自己身材的单品 至于如何去搭配这些适合你的单品 以及整体搭配起来 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 都是由你自己去决定的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觉得 Kib系统最为科学的地方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套系统里面 有巨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就拿戏剧浪漫型的女明星来说 蔡依林和小艾同样都是走性感辣美风 但是蔡依林呢 更像是国外的那种diva 就是雷哈娜A妹的那种感觉 那小艾的社会综艺主持呢 风格和选款上面都会偏简洁大方一点 是性感的郁姐风 那邓子齐呢 作为歌手 风格更偏摇滚歌手一点 造型里面经常会有小脏便啊 或者说很夸张的金属视频 所以可以看到 每个人在自己的分类里面 都会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当你找到自己的品位 和自己所属的分类穿衣要点的 一个结合点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自己的 无一无二的穿衣风格 那戏剧浪漫型的穿杂实力分析呢 因为篇幅原因 我这边就只用蔡依林 给大家分析分析了 蔡依林穿紧身吊带加牛仔裤 做diva的欧美性感辣美风 是蛮好看的 紧身吊带又体现出 蔡依林凹凸有致的曲线 同时柔软轻薄的料子 也没有腌掉她的小骨架 裤子虽然不是紧身的 但也是在胯部贴合身型的时通款 所以总体来说 穿搭是顺应了 戏剧浪漫型整身的曲线的 同时呢 衣服上面有一些比较夸张的配饰 以及略带野性性感的一些图案 正好可以烘托出戏剧浪漫型 带有了少许的阳刚特质 所以说戏剧浪漫型 其实是能很好的驾驭好 欧美性感辣美风的 那蔡依林穿典型的 纯浪漫型适合的 充满圆脚 凸显身材曲线的领裙的时候呢 也是好看的 但绝不是她最美的穿搭 因为蔡依林的鼻子和肩膀 都带有阳性特质 所以说是需要添加一些 直线条的设计在裙子里面 去烘托出她这样少许的阳性特质的 所以大家能看到 同样是紧身长裙 蔡依林穿这两条带有直线设计的 就感觉更适合她 同时呢 蔡依林穿一些充满 华丽感设计的衣服也很好看 但自己也当了Versus好几年的品牌代言 那Versus自身的品牌风格 本来也是那种 其实具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 奢华和华丽感 所以挑蔡依林的代言人也是很会选的 蔡依林很好的演绎了 Versus品牌的那种 色彩鲜艳 设计夸张极具华丽感 那说完蔡依林的最佳穿扎 大家看看她不那么适合的穿扎 这套虽然有变件 但是有点过于 Oversize的扩形西装 有点腌掉蔡依林的小骨架 遮掉自己身材曲线的扩形衬衣 穿在蔡依林身上也是怪怪的 充满直线剪裁 有松垮感的长款大衣服 穿在蔡依林的身上也是不太友好 或者说是不贴合身形 充满几何形状 更适合大骨架来穿的 扩形扩腿裤 加扩形上衣 穿在蔡依林身上 也有一种撑不起来的感觉 总而言之 那些充满圆脚 贴合自身身形的衣服 再添加一点点的直线感 或者说野心狂野的设计 是最适合戏剧浪漫性的 说完处在最阴柔端的混合型 我们再来说说 处在最阳刚的混合型 柔和戏剧型 那柔和戏剧型呢 是在全身骨架 以及面部骨盒上 表现出戏剧型的阳刚特点 但在皮肉方面 表现出浪漫性的阴柔特点 体型测试里面 骨架和面部特征A答案最多 而在皮肉方面 混有一些一答案的 就是这个类型 这个类型的国内明星 有龚丽 张雨琪 于南 林志玲 佩茨 那国外属于柔和戏剧型的 有我们很熟悉的 摩登家庭里面的Gloria 但柔和戏剧型的典型 身材特点是 首先从骨架上来说 它们是绝对的大骨架 修长的身形 身高通常在168以上 通常它们也四肢修长 手大脚大 骨架呢相对来说展一点点 这个是在大骨架中相对较展 那小骨架比起来 肯定也算是宽的肩膀 那骨架稍微窄一点呢 除了体现在肩膀上 还体现在手 脚 腰 脚踝上 比如说它们通常拥有细长的手脚 皮肉特征方面呢 它们的肉感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体现在胸和臀的两个位置 如果不运动的话 它们的上臂和大腿会囤积脂肪 同时它们的腰围在长肉的时候 也会变粗 面部特征方面 它们通常有大眼睛 绷满的嘴唇 两颊肉感皮线 能讲分明的脸部骨格 主要体现在颈骨 颌骨 还有鼻子上 那两个同样都属于柔和戏剧型的人呢 身材是不会看起来一模一样的 可能会在皮肉或者五官特征上 跟典型身材 左左右右有一些出入 这都是正常的 最重要的是骨架一定是类似的 这一点呢 我们在讲戏剧浪漫性的时候 已经提到过了 下面我就不赘述了 所以顺应柔和戏剧型 身上的阴阳分部去穿衣的话 衣服款式上面的选择 也要遵循绝对的阳性主导阴性为辅的特点 所以第一穿长款 但是有收腰的设计 长款可以很好地修饰戏剧型修长的身材 但是收腰的设计呢 又能同时衬托出柔和戏剧 曲线感和身材 这样的衣服就完美地顺应了 柔和戏剧型身上的阴阳平衡 同时衣服设计上面选择有直线感 锐利感的衣服设计 比如说微领或者尖锐的边缘处理 第二可以挑战有些许阔型的单品 那柔和戏剧不像那些阴性主导的体型 它们是阳性主导的 所以说它们是可以挑战有一些奇迹感 阔型的单品 它们的大股价不会轻易地被这些大体型所淹没掉 那要注意的是 穿阔型的衣服一定要注意有收腰的设计 这样才能顺应它们身上的阴性特征 否则也会看起来有点怪 第三选择材质较硬但是贴合深型的衣服 那材质较硬的衣服能够维持一种锐利感 顺应了柔和戏剧身上的阳性特征 但贴身的展露曲线的又顺利了它身上的阴性特征 所以这种衣服很适合柔和戏剧型 那颜色选择上呢 柔和戏剧型穿衣的时候要注意颜色的连贯性 避免穿上下装有大的颜色跳跃感 这样会阻碍视线的延伸性 不利于修饰它们比较修长的身形 同时呢保持衣服设计上面的简洁大方 避免纷繁复杂的细节设计 那柔和戏剧型的穿搭实力分析这边 我们就以张雨琪来举例 张雨琪在穿一些有体积量的 同时带有抽腰设计的长裙 是非常端庄大气的 穿一些贴身展露曲线 但是在领口和肩膀处的处理 有直线感锐利感的长裙的时候 也非常适合张雨琪 材质比较硬的红色长款丰衣外套 张雨琪穿也蛮不错的 它更是能轻松的驾驭于一些 阔形的西装外套 尤其是肩膀处有非常oversize的肩膀处理的 都超级的适合它 但是呢 当她穿一些材质柔软的短款的纱裙 柔软带有飘逸感的衬衣 或者说是穿那些不显露 她的身材曲线 上条一种颜色有大的对比的衣服的时候 看起来也很奇怪 同时 衣服细节处理复杂的礼裙 或者说是图案复杂的外套 张雨琪穿起来都会显得有点俗气 穿细节处理复杂的 最适合浪漫型的泡泡秀和叶边的时候 在张雨琪的阳刚骨甲上面 看起来也是很贵 所以大家通过实力分析也能看到 顺利印自身特点去穿衣 是最和谐的 OK 接下来我们说柔和经典型 这也是大家呼声最高的一个分类 那柔和经典型呢 拥有纯经典型阴阳平衡的骨架 但是在皮肉和面部特征方面 拥有浪漫型的阴柔特征 所以说整体是处于偏平衡的位置 然后往阴柔方向偏一点点 那体型分类测试里面C答案最多 同时在皮肉或者面部特征方面 有几个D或者E的话 就是柔和经典型 那属于这个分类的国内女明星友 刘亦菲 赵丽颖 宋慧桥 张嘉妮 国外女明星友的Cota Johnson 就是50度灰里面的女主 那这个类型的典型 身材特点 从骨架上来说 她们拥有非常对称的身体结构 中等身高 骨骼边缘是光滑成圆角的 肩膀的骨骼偏尖锐一点点 或者说带有些许的溜尖 手脚大小是适中 或者说是偏小一点点 那皮肉特征而言呢 她们全身有轻微的肉感 主要体现在手臂 大腿和腰部 它们拥有和身高成比例的 胸围 腰围和臀围 腰长还可能轻微的偏短一点 那柔和经典型的面部特征呢 是非常均匀 对称的 通常都有大眼睛 比较丰满的嘴唇 两颊有一定的肉感 面部骨骼偏小 同时会偏宽一点点 主要体现在鼻子 颧骨和颗骨上 当柔和经典型长胖的时候呢 面部肉感会变得非常明显 同时腰部是首先长肉的地方 那在穿衣方面呢 因为柔和经典型是非常均衡的纯经典型 外加一些肉感和圆角的阴柔特征 所以穿衣的时候要牢记 自己首先是一个经典型 其次才是一个浪漫型 这个主次顺序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在穿衣的上下装上面 注意体积的对称感 以及颜色的对称感 同时衣服的图案和款式上面 也要注意左右的对称感 款式上面也是和纯经典型一样 适合简洁大方的经典款 那第二呢 为了凸显柔和浪漫型 额外的一些浪漫型的特征 可以选择一些面料柔软 有垂直感 有流动感设计的衣服 但这些设计同样要遵行对称的原则 总的来说 避免衣服的设计 图案以及轮廓上有太多的尖角 柔和浪漫型适合 穿在细节处理比较柔和 但不能是浪漫型那样充满圆角 听完这一点你可能有点懵 又要柔和 又不能太多圆角 就是这中间的一个度的把握 是需要你自己去试错的 看看自己的身体 穿到多少的柔和度的时候 身体看起来是最和谐的 最终你会找到自己最底层的一个点 第三 避免太过于贴身的衣服 虽然这类衣服很适合浪漫型 但是柔和经典型 毕竟还是经典型为主 穿这类最适合浪漫型的衣服 也会有一种太过女人味的感觉 所以柔和经典型只需要穿收腰 同时衣服的设计上 确保有一些流动性 飘逸感就好 第四 柔和经典型 适合穿有明确肩线的衣服 但不适合有夸张的点解 第五 颜色选择上 柔和经典型要避免上下装 颜色上面的跨度 更适合上下装的颜色自然过度的 同时 柔和经典型和经典型一样 同样是适合大底色 中性色的 那柔和经典型的穿搭实力 我们以刘亦菲来举例 那神仙姐姐呢 还是一个满点心的柔和经典型 她之所以那么适合金庸笔下的 小龙女啊 王雨燕这样的神仙姐姐的角色 是因为这些衣服都非常的适合 柔和经典性 因为纯白 简单素雅 收腰还带有飘逸感的衣服 非常的适合柔和经典性 可以让她们看起来非常高贵优雅 又衬气质 所以本身气质就超好的游亿菲 穿对最适合她的古装 简直眼活了很多神仙姐姐的角色 那我们再看她的现代装 同样的 她穿一些简单大方的经典款的时候 比如说简简单单的大衣外套 合身的西服 小黑裙的时候 都显得非常有气质 但是穿一些颜色太过于鲜艳的外套 大面积的印花裙 或者说上下装颜色有大的跳跃 非自然过渡的时候 就有点淹没掉神仙姐姐脱俗的气质 稍微显得有点点俗气 总而言之 柔和经典型要像经典型一样 注意衣服的最衬性 以及选款方面的简洁大方 同时设计上增加一些柔和感和流动感 就是最适合柔和经典型的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说经典型的另一个刺激分类 比纯经典型更偏阳刚一点的戏剧经典型 这似乎是第二高的刺激分类 那戏剧经典型呢 有着偏戏剧型的骨架特征 但是在皮肉和面部特征方面呢 又有着纯经典型的阴阳平衡性 体型测试里面C答案最多 同时在骨架方面又带有一些A和B的选项 就是戏剧经典型了 那属于戏剧经典型的国内女明星呢 有宋索尔 宋李懿 王欧 唐燕 猪猪 那属于戏剧经典型的国外女明星 有Megan Fox 就是很性感的那个 那戏剧经典型的身材特点呢 从骨架上来看 它们拥有中等骨架 骨骼边缘是略带棱角的 肩膀骨骼的形状是偏肩或者说偏方的 通常来说不是宽肩膀 手臂和腿的长度适中或者说偏长一点点 皮肉特征来看 它们的皮肉是偏紧实的 在偏瘦的情况下会比较有肌肉感 胸腰臀的线条偏直 但总体还在匀秤的范畴 腰长可能会存在轻微偏短的情况 面部特征而言 它们有着适中或者说偏大一点的眼睛 嘴唇不厚不薄 面部骨骼边缘是有棱角或者说略长方形 那当戏剧经典型长胖的时候呢 脂肪主要存积在腰部以下的位置 主要存积在屁股和大腿上 很少被体现在腰部附近 身体基本上呈现出理性 而且这个类型稍微长一点点的肉 身形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这个分类的人 其实很容易误判自己的体型 但其实最重要的是看自己的骨架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反复强调过了 那戏剧经典型的人 穿衣和柔和经典型的人一样 首先要记住自己是一个经典型 其次才是一个戏剧型 所以首要任务是记住 像经典型一样穿对称极简的衣服 其次才是去回应自己身上一些戏剧型的特征 所以最适合戏剧经典型的人的衣服呢 是那些偏窄和长 有着对称的设计 同时衣服边缘的剪裁略成尖角 有一些锐利感的衣服 选择纯色同时是直线条的剪裁 立体同时有轮廓感的衣服 V领或者方领 这类有尖角和直线条的设计 是很适合他们的 会在他们的阳性骨架身上看得很和谐 衣服的布料上和经典型一样 选择高品质的布料 同时要避免太硬的材质 戏剧经典型和经典型一样 同样是适合中性色以及深色的 但是呢和柔和经典型相比 戏剧经典型是适合上下装 有较大的颜色跨度的 OK那穿搭实例呢 这边我们用宋佐尔来举例 那佐尔的揭开图里面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佐尔穿 各式各样点材干净利弱 设计简单大方的西装外套的 穿在戏剧经典型的佐尔身上的时候 可以完美的和他身上的阴阳 平衡相协调 总之经典款加一些直线条的设计 是最适合他的 那佐尔穿不那么好看的穿搭呢 比如说这条设计不够剪辑大方的蕾丝裙 或者说这条适合纯浪漫型的 有很多的圆角 而且还带有华丽感的小礼裙 或者说是这件太过于阔型 更适合戏剧型的西装外套 还有颜色太过于鲜艳的卫衣 那下面这身白色上一架黑色皮裤 其实佐尔穿还不错 那为什么我另一出来讲呢 因为其实这一身是典型 纯经典型最适合的 那佐尔穿还不错 但是还是差了那么丢丢的原因 就是这一套穿搭里面 没有太多的直线条 所以佐尔身上多出来的那一部分 阳性特征没有能得到的体现 就是说没能把这套穿搭穿的最好看 OK那今天呢 目前为止我们讲的四个混合题 就是四个次级分类 那由于篇幅的原因呢 我决定把剩下的四个次级分类 放到下期来讲 因为已经有点太长了 那在末尾的时候 跟大家声明一下 我觉得所有的穿搭实力 英语明星都只是我自己的观察 因为我也没有见过他们的身体 只通过他们的一些街拍图 观察他们身体的曲线 因为其实是穿着衣服的 所以说可能会有不准确的地方 同时呢 大家对我已经讲过的体型分类 有什么问题和疑问的 也可以在大幕后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着心考虑在后面的内容里面 添加进来 让大家能够更好地去理解 好的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